为你超过最新消息 来看到是台北市凌晨发生 这么一起枪击案件 就在木炸路五段的一处民宅 凌晨四点多突然遭到了 十多名的男子持棍棒砸窗户 甚至还对空民枪示威 那么根据了解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里 住了一名青少年 几天前跟朋友前往到屋来洗温泉 但是因为被人指控偷看女子洗澡 发生了纠纷 从坡道上直冲下来 男子持续激动 家门外头突然聚集了十多名男子 拿着篮头和棍棒猛砸窗户 甚至还开枪示威 铁栏杆严重凹陷 整辆机车也被砸烂倒在地上 大批人马随即驾车离去 屋主表示 一切可能都和儿子几天前 去屋来洗温泉 和人发生冲突有关系 因为儿子被人指控偷看女子洗澡 青少年的父亲还特地去和对方道歉 没想到住处却又突然遭人恶意杂毁 那是民进党的那个 好啦好啦 我就跟你说啦 警方沿着住家四周仔细搜索 找寻有无流向弹孔和发射的子弹 目前警方不排除因纠纷引发枪击事件 已经针对案件关系人进行深入调查 中天新闻台北综合报导 天新闻台北综合